胡仁又输球了 在刚刚结束的NBA常规赛中 胡仁惨败给了联盟第一的菲尼克斯太阳 此一老瞻尽了全力也难阻失利 截至目前 胡仁依然无法摆脱附加赛区域 胡仁教练组 应该是第一责任人 今天这球怎么输的 就输在费兹戴尔弃用霍华德 导致胡仁进飞区被艾顿翻江倒海 全场比赛艾顿在仅仅出战25分钟的情况下 高效的11中9 得到了19分11个篮板 打爆了小乔丹 教练组才是原罪 他为啥寄用霍华德 在本场比赛之前 霍华德已经回归了球队 具备出场比赛的资格 而费兹戴尔本场比赛 没有让霍华德登场哪怕一分钟 咱们都知道 霍华德对于胡仁内线的保障 有多么的重要 他是胡仁队内仅次于农眉的内线防守人 农眉惊天不打 正常来说 费兹戴尔应该给霍华德足够的戏份才对 结果 让人大失所望 霍华德惨遭DNP 而被费兹戴尔重用的小乔丹 在登场比赛的15分钟里面 仅仅得到1分8个篮板 正负值低到了令人发指的负26 这意味着小乔丹在场的时候胡仁输了26分 小乔丹是什么态度 我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手都不深的球员 再怎么样 霍华德比他还是要强的 但不用霍华德 只是胡仁的第一宗罪 我特想知道 作为冠军教头沃格尔的助手 费兹戴尔是因为什么 把小托马斯、龙多、威少爷、塔克这些人 同时放在场上的 死亡四后卫 即将37岁的老詹姆斯打五号卫 就这套阵容 谁都摆不出来 胡仁有人吗 虽然他们遭遇到了伤病和新冠的麻烦 但是胡仁的阵容深度 不至于让费兹戴尔去打四后卫 考虑到本场比赛蒙克和霍华德的回归 他们有詹姆斯、威少爷、爱玲顿、塔克、阿里扎 安东尼、蒙克和霍华德等球员 就这些人 您怎么摆 不至于让小托马斯和龙多同时在场上 胡仁教练组必须集体下课 他们本赛季对于胡仁的执教 是完全失败的 这和沃格尔的体系风格有关系 我们不能说沃格尔没水平 他是NBA级别的教练 他是冠军主帅 他一定是有水平的 但沃格尔是一个防守型的教练 胡仁现在没有给他用的防守型的运动员 这相当于找东北杀猪菜师傅去给你做穿菜 不适合 没那个能耐 胡仁今年的这套阵容 您就别考虑防守怎么样 您就找一个进攻教练 把胡仁的进攻给打开 至少那样的胡仁还有一线生机 最后 还是得心疼老瞻 即将37岁的老瞻 是我目利所及 能在这个年纪还能打出最强表现的人 你指望着37岁老瞻姆斯去打中锋 他毕竟37岁了 他的伤病风险在增加 我还是那句话 胡仁不至于打成这样 真要去找原因 也别说老瞻怎么样 胡仁怎么样 浓眉怎么样 归根结底 还是沃格尔没有进攻体系 当基德离开 助教费兹戴尔也是防守型教练的前提下 胡仁就没有进攻体系可言 不破不利 换帅如换刀 如今常规赛仅进行了三分之一 胡仁还有充足的时间去调整 去磨合下半程的比赛 与其在这儿互相难受着 不如快刀斩乱麻 37岁的詹姆斯已经展现出乏力疲惫 希望胡仁不要浪费他最后的时光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